魏无羡和蓝忘机将注意事项都给他们仔仔细细地说了几遍 时刻强调 切记放开手 时空的通道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过的 在场的人将他们所说的都熟记于心 只是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魏无羡能那么化老 几乎每隔一炷香就要说一遍 表面嫌弃 心里却都明白 那是因为他在担心 他担心自己的原因 使得他们当中任何一人不能回归本源 魏无羡 我们都知道了 不如趁着还有时间 陪兰二公子去四处逛逛 两人一路走来有多艰辛 他们不是不知道 他们复不复活无所谓 主要的还是两人能够一直相守 知道两人有这份心他们就知足了 魏无羡却道 请姐 我和兰战以后有的是时间 现在我只想 将你们平安送回去 只有五次机会 还得保证 他们能在各自对应的时空 还有剩余连接的通道 他不能掉以轻心 蓝忘机握着魏无羡的手 我们的幸福 希望有你们的见证 故而一切都需谨慎再谨慎 容不得一点插持 温情勾纯一笑 道 放心 一切都会顺利 毕竟有些人还是太皮了 需要用针来震一震 某人的嚎叫 许久未听见了 现在想想 还挺有意思 魏无羡脸色一变 急道 请姐 我以后再也不把阿怨放土里了 狼忘机身体 把魏无羡一挡 有些窘迫的道 我也不把阿怨放兔子堆里了 呵呵 温情脸一黑 魏无羡 什么德性他清楚 但是韩光君 怎么也能做出这种 让人哭笑不得的事 真该说他们不愧是一对吗 你们两个给老娘等着 现在阿怨还没出生 但他齐黄一脉也还有不少幼童 他坚决要提防这两个人 别人是看过小孩 陪小孩嬉戏 这俩货倒好 直接给他来个玩小孩 简直了 魏无羡 灿灿一笑 拉着蓝忘机就跑 请姐 消消气 明日见 正好路过 听见他们谈话的蓝西辰 温情推开门出来 和蓝西辰撞了个正着 你来做什么 温情对蓝西辰也没半分好脸色 这个蓝西辰也不知蓝家是怎么教的 满肚子墨水 小时候他被坑了好几次 路过 蓝西辰僵硬地答道 同时 脑海里不停地播放他坑人的场面 不管是聂明觉聂怀丧 还是温情温明 凡是他接触过的人 或多或少都被他坑过 他目前树敌不少 他真的好想打死过去的自己 信你个鬼 温情警惕地推开蓝西辰就静止离开 仗以后慢慢算 现在暂时饶他一命 蓝西辰懊地挠挠头 他忽然有点怕彻底回到本源世界了 这些人的记忆彻底恢复 他可能得离家出走几个月 不然 想到那场面 蓝西辰浑身一抖 蓝忘机 魏无羡 两人躲在屋顶上 对蓝西辰那丰富多彩的表情十分好奇 毕竟蓝西辰在两人面前 一向是如同和煦的春风 时刻包容 关心他们 蓝战 大哥怎么了 蓝忘机一言难尽地道 担心小命不保 在他的那个时空 他也见识过蓝西辰坑人的经典场面 想来另一个时空的蓝西辰也是如此 魏无羡满脸疑惑 百思不得其解 蓝忘机守口如瓶 不再言语 当天夜里 蓝忘机 魏无羡 兵分两路 蓝忘机带着涅士兄弟 及蓝起人在藏书阁等候 魏无羡 带着齐皇一脉去仪陵 蓝西辰留在原地 随时弥补漏缺 在所有人之中 除了魏无羡蓝忘机 就属蓝西辰修为最高了 魏常泽小心越不放心 也跟着去了仪陵 等确保他们不会出事 才回顾苏等下一次通道开启 魏无羡进去 钱给了自己父母一个拥抱 阿爹阿娘 阿英长大了 以后我来保护你们 好 魏常泽小心岳母 送魏无羡进去 恍若看见一个 满山学部的小小孩童 慢慢长成现在这样一个 翩翩少年郎 两人都欣慰一笑 清横君临威泽 后在藏书阁外 身为父母 没有不会担心自家孩子的 无论在外人眼里 蓝忘机修为多高强 能力多卓绝 在他们眼里 都只是个孩子 蓝忘机不善言语 便对着两人一败露出浅浅的微笑 清横君临微笑着对蓝忘机挥挥手 别的不需多说 他们相信他们的孩子能够做好 很快 时间就到了 蓝忘机 魏无羡 虽分隔两地 但几乎是同时出手 之前提前 绑在其他人身上的铜袍都显现了出来 泛着幽蓝的光芒 如同银星点点 煞是好看 两边的通道同时启动 蓝忘机 魏无羡带着他们踏入其中 直至所有人全部进入 连接这个时空的这一端通道 才封闭上 第一次进入通道的人都睁大了眼睛 浩瀚无银的星海 每颗星辰都按照既定的轨迹运行 似乎组成了一个什么形状 好像一朵花 魏无羡暗自警惕 之前几次 这个通道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时候发生的变化 又是因何而起 而蓝忘机也遇到了同样的状况 面对这一变化 蓝忘机依旧按照原先的步骤继续走着 只是每一步都更加小心谨慎 奇怪的是 这景象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不一会儿又恢复成原先白茫茫的一片 到了出口 两人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都是先让其他人出去 自己留下垫后 魏无羡 清点完人数 又快马加鞭地送他们上了奇山 见他们所有人都融合完毕 立即和温情温宁赶往云深不知处 已经融合恢复全部记忆的蓝启人 对着蓝忘机就是一阵吹胡子瞪眼 把雅正完全丢进海里 管他兄长兄嫂在不在场 反正就是一顿骂 此还不待重复的 蓝忘机怎么完全不反驳 当时他确实是忘了 魏英离开 他们也会伤心难过 他也离开 雪上加霜 只会让他们更加痛苦 不管是什么责罚都是他该受的 蓝启人看侄子这模样 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手落在蓝忘机肩上 以后不能如此冲动 忘机谨记 蓝湛 叔父 我回来了 魏无羡窜窜进屋里 所有人的视线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他 估计是跑得急 头发都被吹得乱七八糟的 魏无羡 没有感受到屋内气氛的不对 见到已经完全恢复记忆的蓝启人 拉着他的衣袖就开始撒娇 舒服 彩衣阵上有戏曲 我们去不去 搞得小星月一阵吃醋 敲了下魏无羡脑门 阴森森地看着他 我呢 魏无羡讨好地抱住小星月的手臂 笑意吟吟 阿娘 我们一起去 可别 小星月抽回手臂 悠悠道 陪你的叔父去吧 魏无羡 求助地看向魏长泽 结果 魏长泽撇过头和清横军聊天去了 他也吃醋了来着 求救失败 魏无羡从乾坤袋里 逃出糖葫芦给小星月 小星月开心一笑 拿着糖葫芦 道 原谅你了 魏无羡撇撇嘴 迎面对上蓝忘机 迎满笑意的眸子 伸手戳了戳他的臂膀 二哥哥 我要糖葫芦 好 都给你买 蓝起人屡屡胡须 向前一步 走 跟叔父去买糖葫芦 叔父二字咬得尤其重 特地强调 小星月一听 把糖葫芦往魏长泽手里一塞 拉着魏无羡就跑 阿娘去给你买糖葫芦 于是 今日一众人都去了彩衣镇 免费看人争宠 这一趟 魏无羡可谓收获满满 除了其他人买给他的小玩意 还有蓝忘机悄悄带给他的天子笑 而蓝忘机也收到了不少礼物 尤其是青横军林威送的 蓝忘机稍微看一眼 他们都恨不得全都买下来给他 弥补多年的空缺 夜里 明月高悬 银华洒下 整个云深不知处都笼罩在一层薄纱之中 多了丝朦胧美 蓝忘机 为无限恰今日收到的东西 全部放在桌上 刚开始时 没注意到都是些什么东西 现在一看 两人都有些哭笑不得 吃的喝的玩的 用的应有尽有 这聂怀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去逃的春宫 混在这堆小物品中 也不怕被他大哥发现打断腿 蓝忘机将面前的空杯针满酒 推到魏无限面前才为自己倒了杯茶 魏英 你那边通道可有一变 星辰 半刻而止 说完 魏无限将整杯天子笑喝下肚 有道 蓝湛 你觉得那些星辰运行的轨迹像不像一朵花 还未完全成形 可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那个图案 蓝忘机手一顿 脑海里莫名闪过几幅莫须有的画面 但时间太快 快到他完全抓不住 蓝湛 你怎么了 蓝忘机摇摇头 却怎么也想不起刚刚一闪而过的是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 那个图案他们绝对在哪儿见过 八成与他们被动了手脚的记忆有关